而民众党前发言人杨宝珍上个月落泪辞去发言人跟党团副主任的职位 民众党在11号也公布了最新的发言系统名单 由前新竹市府发言人徐千勤正式回国党中央担任发言人的职位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依照惯例准时来到立法院开成会 2024选战过后民众党不只调整地方组织布局 连发言系统也重新整理 怎么看徐千勤回到 货文哲脚步走很快不愿多说 但根据民众党最新公布的发言团队名单 除了原本的吴宜萱李鼎丽以及林子宇之外 过去有着民众党最美发言人之称的前新竹市府发言人徐千勤 也正式回国党中央 但就在宝宝杨宝珍落泪请辞发言人职位后 徐千勤就马上回归发言系统 也让外界猜测这人事调动有内斗疑虑 回到民众党跟大家共同耕耘 本来就在我的人生计划里面 一直都是按照自己的步调前进 没有正面回应内斗传闻 不过自从杨宝珍离开后 党团副主任空缺迟迟找不到人 民众党更是直接在人力网站上刊登 争财讯息要尽快寻觅人才 我们持续在争财当中 但有很多好手的履历进来了 那我们当然会就个人的这个专业的部分 还有呢我们他的能力 以及各方面来做评估 二零二四大选过后 民众党持续争财中 从决策圈中央委员会换新鞋 再到重新整顿发言系统 民众党要在二零二六大选到来前 整军待发 接着陈思琦 张佳麟 台北总罗岛